我是特教授班的上育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實驗一下 普通的玩具我們裝上電子以後 玩具就會動 然後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要讓它就是 就是應該正常來說 玩具都會附一個那個塑膠板 就是讓它絕緣 所以你如果不要用的話 它就是用著就覺得就會動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要另外接出兩個 接電線出來 就是另外接那個開關 所以我們就自己做一個 那個塑膠板 老師是直接用那個 赤料夾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拿兩個長尾釘 然後呢 它就是 一邊 黏在 這上面 中間是固定 然後另外兩邊凹著 外面是負責導電的 這個可以導電 然後中間就是絕緣 對對對 因為那個要做很小不好 然後這裡 因為它就是你要讓它碰到這個 嗯 要碰到 碰到這裡 來指一下 碰到這裡 好 好 所以我們把它 後面嗎 對 鐵板鐵板 任何一個鐵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我們把它壓進去 嗯 嗯 對 好 現在就不會有聲音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因為它是你要讓它導電嘛 所以我們就那個線出來了 嗯 就跟我們跳舞集一樣 就是這邊讓它導電 然後接在開關上也要讓它導電 對 然後這邊先移開 好 啊這接這兩個點 當碰到導電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拿鋁箔子 或是剪刀的那個 嗯 嗯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大開關 對 這就是假設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外面買的開關 你就可以用這種刀子 對 那如果學校有這種開關 就直接把線接出來 直接把這個線 剪掉的 頭剪掉線嘛 你可以直接接這裡 對 也可以不用中間這裡 嗯 對 然後它導電網直接按它就會響 它就會響 好 你先接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 先外接開關的話 這邊好 如果外接開關就是 來 試試看喔 按下去 好 謝謝上益 對 對